7月5月是何杰儿子吃饱的三周岁生意 贺锦铭婚变后手气在微博发声为儿子庆生 他写道 祝我儿生意快乐 爸爸永远爱你 起前 何杰以贺锦铭离婚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 贺锦铭打电话到电台倾诉的乙音也随机曝光 他曾一度陷入劈腿渣男等负面消失 离婚风波后 不仅贺锦铭的官方粉丝会宣布脱粉 他本人也挺起跟搏 7月4月 他终于重回微博发声 祝儿子生意快乐 网友纷纷在底下评论道 用实际行动证明你对他的爱 比发微博要好得多 但也有网友评论道 不错 记得儿子生意 值得鼓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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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声 打电话评论道